嘟嘟 小侦探出发 耶 我们去学校线索喽 你好 嘟嘟 塌了的木马 放哪儿了呢 宝宝龙 你在找什么呀 我在找以前的木马 在这里 木马放很久了 猜一猜就可以完了 大家快来 好酷的木马 以后你们要叫我木马王子 我要提升我新爱的小马 叫叫 什么情况 木马 碎了 怎么会这样 小可爱们 发生什么事了 包包龙的木马突然坏掉了 哥德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不如我们来调查一下吧 布布 按键激活 木马为什么会坏掉了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包包龙 嗯 会不会是你太重了 不可能 我很轻的 奇怪 木头上有很多洞洞 难道木马是用坏了的木头做的 可是 木马刚买来的时候 我天天玩都没事 也许是因为木马放太久了 幼儿园的桌子也放了很久 怎么没见它坏了 嗯 一定存在某种原因 包包龙 你的木马在哪里找出来的 在纸箱里 纸箱里有什么线索吗 这是 小虫子 哎呀 虫子哪里都有 不稀奇 豆豆 看哪里 纸箱也破了很多洞洞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洞洞好远熟 粉尘 墙壁掉灰了 哇 这里也有个洞洞 啊 虫子钻出来了 为什么有好多这种虫子 小洞洞 虫子 难道 果然是这些虫子 我已经知道木马为什么会坏掉了 就是这些小虫子 把木头戳出洞洞 木头里面空了 所以木马才会坏掉 但是木头那么硬 小虫子怎么会戳出洞洞呢 这 豆豆说的没错哦 这种虫子叫白蚁 木头是它们的食物哦 木头也可以吃吗 白蚁肚子里有种叫编毛虫的寄生虫 可以帮助白蚁消化木头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的木马是被白蚁吃掉了 哥 哥 哥德 墙壁里肯定有很多白蚁 我们的房子要塌了 怎么办 小可爱们别慌 我有消灭白蚁的专用药剂 太好了 幼儿园安全喽 小可爱们 木马为什么会坏掉了 白蚁把木马出洞了 白蚁把木马出洞了 小可爱们真棒 我们成功破案了 布布 布 按键Clear 耶 我们真棒